来到第三部分 我们会继续做traffic light 但我想加多些东西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路口 同一时间有两盏红绿灯 一盏红绿灯被车走的时候 另一盏灯就不准走 就是红灯 到那盏红灯变了绿灯的时候 原本在走那条又要变回红灯 而我们做这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是会用两块microbeat 两块microbeat都会有红绿黄的灯 我们是会透过刚才第一个practice 学的radio功能 告诉旁边的那一盏转灯 旁边的那一盏转完又会告诉另一盏转 就说我转完了到你转 好像轮着去 因为结构有少少不同 连这些红绿灯摆位也有些不同 所以我们就无谓留乱这个档案 我们出回到home那里 我们就可以开第三个project 这个可能叫03 traffic light 我们有remote的功能 即是两边可以互相控制大家 还有这个practice 刚才我们用forever不停的loop 这次我们就不loop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块microbeat做红绿灯的转灯 是做一次就算了 它为什么会再做第二次呢 是因为旁边的那盏灯 call我做我才会做 所以我们需要的 反而是开一个function function的好处就是 将我们做了的东西 重复翻用又翻用 我call它的时候 它就会走 我不call它 它就不走 这个function 叫ready 就是预备转黄灯 就可以走 这样的意思 我现在有个onstart和ready 是吧 记住了 刚才那些for look的东西 我就会放在ready 那里 然后我们又要到advance 那里 放一个new pixel 放了之后 首先做第一个部分 就是setup setup的方法 就和刚才的setup方法 是完全一样的 放它在偏零 然后呢 就是三个灯用rgb的 好了 我们上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灯都不准先走 所以呢 我们一开波 就立刻可以 set那个pixel color 在这里找的 在第0那格 做red 然后呢 我就show它出来 这个就是一开波做的东西 当然啦 在这个状态呢 不准走的时候呢 就当然是打交叉 对吧 你看到一开波的时候呢 就会打交叉 红灯在第一个灯里出现了 然后定了在这里不动的 等我们叫它开始 它才开始的 好了 第二件事要做的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就会set一些的button 可以按的时候呢 就传一些东西出去的 另外呢 我又做了一个radio的receive 收到东西的时候呢 又做了一些东西的 你看看我做什么了吧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去radio这里 啊不是 去input这里 首先呢 拉个buttona 拉多个buttonb 就是ab都可以 总之你一会按这两个 按这两个按钮 都可以了 ab都是的 就是呢 他们会传一个string出去的 就是呢 叫它go 叫它go 就是预备行的 它就可以ready 跟着go 那么a和b button 都是相同效果的 就是呢 当我按的时候呢 都会传个go 那么呢 跟刚才一样做法 就是第一个practice 就是呢 在radio呢 找一个onreceive string onreceive string 就是说当我收到那些string的时候呢 那 最重要就是我if包住它 还有呢 check一下它呢 是不是相等 什么是否相等 就是我收到那个string 是不是等于高 那如果是等于高的话呢 那我就很容易做的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呢 一会在行李登钻 会在这个function里 传个function里 连去 所以我如果收到 别人叫我go 那我就要立刻go 是吧 go呢 就是这个function CALL READY 这个部份做完,这个部份做完,这个部份做完 你看我做就好像很简单,按一下就做好了 但如果我什么都不说 由零开始叫你们自己做 有些同学会做得很快 有些同学可能会拉手不成细 待会看看你的挑战 做不做到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这个功能做什么呢 你记住这个功能 是只有一个情况才会走 就是当别人那块microbeat send一个goal给我的时候 我收到了,这个CALL READY就会call他 所以他是不会自己走 你都不用CALL READY放在开头 我们是按了键,别人才会动 别人动完又会叫他动 循循环环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大家看到吧 就是一开球的时候,因为已经是红灯 而且他也有一个STOP ICON 在这里,所以别人一call我 我只需要立刻加黄灯就可以了 那我不需要选择了 这个选择就最快了 选择了,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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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选择了 选择了一一秒 选择了 选择了illeく 选择了日他 開始选择了 选择了选择了 选择了点 选择了选择 选择了选择了 选择了二 选择 physically 展示完後 還要給他一把剪刀 即是他開始行動了 然後轉了綠燈之後 我們剛才也是這樣做 其實我重複做多一次 暫時用3秒 暫時用3秒 3秒之後我又是做相同的事情 把眼睛的綠燈清晰 然後設定成黃色 你要明白那個循環是在哪個位置開始 在哪個位置完結 你才知道遊戲規則 你要知道遊戲規則 你才知道如何設定誰 要不然你的流程錯了 不過很有趣 由綠燈轉黃燈的時候 我們剛才第一個練習是打靠叉 這次這個就不好了 因為我們會叫旁邊動 我想看一下 即是燈的反應好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那我這次由綠燈轉黃燈的時候 我就打打打 打打打的意思是 Stand by 了 快要動了 旁邊的人 我會傳東西過去給旁邊的人 這樣 這裡打打打 記住 如果我這裡轉黃燈 已經開始轉黃燈了 意思就是說 我下一個會變回紅燈 對不對 而我在黃燈快變紅燈的時候 我就已經要叫旁邊那塊 microbit 預備轉黃燈了 那我這邊一紅 那邊就變了綠 所以我這個radio 我就在這裡傳一個string出去 傳什麼呢 我們來來去都用這個 就是go 記住你這個不加的話 你按鍵叫旁邊那盆紅綠燈轉燈 我自己永遠不會轉回 就是因為旁邊那盆燈 我叫了它動的時候 它會走到黃燈的時候 就來轉回紅燈 它就會叫我go 那我又會做這個功能 它又會停了 到我走到它高的時候 我又叫它高 就循循環環 那兩個microbit 就互相呼叫大家做事了 那當然啦 叫它go之後 我們自己都要繼續轉燈 不是叫了人 就什麼都不動 那我隔了大約一秒的時間 我又是清空了所有東西 然後我要變回紅燈 然後再等 這個變成紅燈之後 就是等待的 就不會再什麼 不過我這裡都要選到show字 否則選燈就不會顯示出來 還有我也想打一個couch card 用這個couch card拉下去了 好了這個呢 做好了之後呢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呢 因為這裡的空間真是很大 它那個爛鬼google chrome 就是阻礙了 這樣就 不show the toolbar 對不對 不show toolbar 都沒有意思 會不會hike走那個 沒有hike的 算了 那我縮小一點 那你們的眼睛好的話 應該都看到了 那我縮小了 那我縮小了 那現在呢 你看到呢 只有一塊microbeat的原因 因為我們還沒有enable radio 只要我一按了A鍵或者B鍵 第二塊microbeat會出來 然後呢 是第二塊microbeat 我們要call它變黃燈 所以你按第一下 是沒有反應著的 兩個都是couch card standby 你只不過是呼叫了另一塊出來 現在兩個都run了 那我如果按AB鍵呢 這邊就會轉黃燈 一按 變黃燈 變綠燈 這裡隔三秒之後呢 它會變黃燈 它就會call 這邊轉黃燈 然後變綠燈 那這邊就停了等了 到這邊變黃燈 又call它 你自己靜靜地 看一個loop 你就明白 就不做什麼了 每一個microbeat都沒有做 forever 每一個microbeat都沒有做 forever 我只不過叫旁邊轉燈 旁邊轉到差不多 旁邊轉到差不多 又叫我轉燈 這樣做 好了 那如果您看得到這個很清楚的話 其實呢 這個practice去到這裡 你就搞定了 那當然啦 你最好就 就是 執促一下 就是那個界面 然後才交給我 是吧 那就 button A 先 跟著這個 跟著先按 start 那試一試 這樣format 它format到這樣 那你自己想 我就這樣了 因為你要盡量組到畫面 不要太長 又不要太扁 那我修理的時候 我按space bar 我一看你的code 就很清楚了 這樣組成就很好了 好嗎 那我呢 放大一點點 算了 50%先 待會也好 這個呢 頂住先 那我先 save 了 那還有呢 都是啦 要一個snapshot 我每次都陪你做完 所以你跟著我 這條片我做什麼 你跟著我做什麼 那其實你就應該知道什麼事的了 那這幾個呢 要交的 待會還有一個 那個很快的 那我們呢 就 現在停一停先